国际聚焦 运输部长赵小兰说 没有办法做是川普这样 煽动民众冲进来 他用行动来表态 赵小兰其实出生台湾 毕业于哈佛 是川普内阁第一个 亚洲的女性阁员 这一波国会暴动之后 他也是第一个宣布 要辞官的官员 那么其实社群媒体的反应 更快的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脸书第一时间看到 川普发了一个影片 说他希望这些支持者 不要闹回家 但是后面还是继续在说 选举舞弊 显然还是不服输 脸书直接就把他给停权 把影片给移除 封锁了川普 他的账号24小时 那么其实包括 还有Twitter也跟进了 封锁了川普的账号之外 还说一路会对他寄出的是 永久停权的措施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川普是不是下台 最后一刻搞砸了后路 今天太事看起来 众判清理吗 有几位工商代表站出来 说是不是把川普赶下台 值得关注的是 他的副手也就是副总统彭斯 公开反川普 谴责说这真是 国会史上最黑暗的一天